小米聊天和大家聊天 也要讲一下这个 其实我隔了几天都没有讲 就是这个华丰大厦 左顿道华丰大厦大火 有些朋友问我 为什么不讲 一来我都觉得不太开心 这个年代 科技那么显明 但是那些大火香港好像很大 再看这些新闻 不停看越看越不开心 第一很多的区议员 说已经很多年前 应该去搞立案法团 又躲又躲 怎样搞也不太开心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像叶奥东 这个是文杰联的大哥 他说 2017年至2018年 在华丰大厦 这个法团有沟通 也请民政署协助 然后当中 法团内部有增压 是否忠从命令及做大维修 作出分纪 最后拒绝区议员协助 令哈门脱了 这单 强调已多次提醒 法团要遵守屋宇处的命令 但是 我不知道屋如处 这次有没有角色 大家心想有没有角色 那为什么不出信 而这个问题 就是 义务东说到 我有去劝 但是你搞不成功 就是不能拿出来说 是吧 当中你看到 香港 老实说 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尖沙咀 很多很多宾馆 很多很多劏房 可能那座大厦 住的人数 是超乎你想象的 那这方面 究竟香港消防处 我不知道有什么角色 当然 最近小费都去参加过消防局 带一些学员去 做消防员是很痛苦的 我觉得 就算挺有使命感 一是一件衣服 重了 那天小费拿了两件衣服 加上了三件二十几三十几公斤 你有没有托到一块田 我真的假扮 我走几步都气喘 你说可真是 是吧 就是消防员是偉大 但是 不但是消防员的偉大 不可以消防处做到事 两件事 那消防处有没有跟过这些里面的房门 有没有跟这些 为什么不当中里面 怎么去罚一下 搞一下 屋宇处有没有搞这些 如果你说 就是那些部门有做事 根本就是这场火灾 不用死五个人 或者接下来还有三个危害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不知道死五个人 是吧 凡是香港这些救了 多了云的了 又说强拍这些路 搞了这么多年 搞成怎么办 其实都 有寸葬 但是不算 不算警 这个日 大家都要觉得是吧 你说当区佐敦道 我不知道那些区议员 有没有做过事 以前区议会画得很小的 那当区区议员有没有做到事 有没有 就是为了选票 都是我咬人 我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如果我逼够他们搞这些搞路 扑你的臭街 他不敢投我 我去上门 求票 求不了 那个人不敢说话 会不会有这个理由 苦心自问 他们是我的客人 不要逼得这么紧 逼得这么紧 只能搞 那你就搞到香港 现在做什么 重庆大厦 美丽都大厦 我只是说尖沙咀 近尖沙咀 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不要说加利大厦 当年 葱楼 那个窗台 那个葱楼骨头 这个《苹果日报》 已经二三十多年前 三四十年了 这个加利大厦 四十年后 香港都还毫无寸进 如果你看完这件事 当然很多人都说 应该有人头落地 那当然不会有 香港怎么会有 香港 是吧 怎么会有人头落地 当中当然有人脱了 尤其是这些高危的大厦 出入这么多闲集人等 那么多劏房 劏房就是改契 是吧 香港的劏房 但是也不敢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搞够他 如果搞到获足 那你找什么地方安置这些人 是吧 为什么要去劏房 就是杜高一尺 魔高一丈 为什么要去劏房 就是因为香港 就是想到劏房的人 知道香港居置环境是 那些人 短时间一定能不能上楼 就是能不能上公屋 但是他又要租楼住 那怎么办 那就光顾我了 对吧 那么香港明明 如果照契约来说 应该 你改动那些屋 或者你的结构 等等 正常 正常 应该是犯法的 但是有没有 没有 因为为什么 至少劏房也有一个社会的责任 就是什么 照顾到一些 真的上不了楼的人 你不要理租金 对不对 所以政府就自行开 自行闭 劏房 是吧 很多危险的人都知道了 多数旧楼 好像这些座华峰大厦 都是说 你说那间建设会多少年了 现在的建设会 那些叫做很年代 你说那间建设会多少年了 你说 年轻人都在 他应该对顺着 以前是妙例 就是苗艳芳那时候是妙例 那时候是神使 大家记得这个典故 大家记得这个典故 对不对 这件事情 大家要记得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就是看香港 就是你了 你说政府 你有你搞 我又搞 消防 消防 永远都很无私 我对他很高的评价 但是消防处 踢这些 这些 会不会太多 质败 区议员 明知有问题 就是为了选票 不敢说声 是吧 这个业主立案法团 随时不能让我上楼 洗楼 那便会 哎呀 怎么会火热 哎呀 你臭嘴 说说说 是吧 就是这样 是吧 如果你像叶暴冬 2017年 知道这么大问题 我要举报他 应该 刚才正常 如果你伸张正义 今天你们是麻烦一点 不过 第二天就买到安全 对不对 这件事情重要 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 但是 最后 就是 各个部门做楼 那便会被烧 是吧 是吧 如果你说 跟捉那些房衣门 有人踢爆 那些东西 年内失收 里面的花灑头 各方面跟捉一些 消防处 屋宇处 哪些花架要拆 如果不捉你 如果不捉你 我便踢你 我们封了你 就慢慢捉到楼 或者你们那些业主 那些 那些 哪些户不捉 付钱 就想办法来搞 这些房子 就要救你 那因为 你终了一天 你住这些房子 终了一天 就会拎一核 拎一核 拎一核 就会死人 但我们经常觉得 哎 说去香港 中文人传统 变得那么好彩 是会的 不如在旁边那座 不去我们 现在就是 告诉你 是否这样 个个都掉下了 那你 那你说 你有什么状况 我觉得真的没有状况 如果你从这件事看 有什么状况 你明知有问题 现在一定 就是永远忍落阳线 是吧 你知道问题 你不去举报它 应该带上消防处 带上屋宇处 就是踢契踢姓 你想去举报它们 因为这样很危险 一堆大厦 因为环境大厦很高 也有几十层 我记得 起码有十九二十楼 起码有 那大家小时候 一听加利大厦 小时候都震灵了 你现在再看加利大厦 虽然改建了 叫佐敦会 你看到 有时候你走过去看 那些韩子 你没留意 那些店铺很多 那些酒楼整个好蛇 有一次去酒楼 又没有电 停了电 过去的那些韩国餐厅 喝喝喝吃 很少人都震灿 不知为什么 不知我心理作用 还是什么 是吧 就是这些东西是你 经历时尝一次 或者 喂 是不是要人头落地 不是 超哥说 我很痛心 不是说这些 是要做事 当区区议员 你看看上阶 哪个在这里的区议员 是没有人做到事 乞丐人争 你明白吗 这些东西才重要 我想 这个年代 又说 又关爱队 又一又七 无逢交接 是吧 那好像关爱队 关爱队 现在大公文会 关爱队是要探访灾民 但是关爱队已经上年成立了 关爱队有没有去过这座大厦 留意到有问题呢 或者老人家住在这里很危险 有没有察觉到呢 还是察觉到而不说呢 是吧 区议员可能说 身无人内 香港就是那些三 什么三 什么三 什么防火的 香港那队人 知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呢 香港就是这样奇怪 这个年代很难先进的 什么天哪 但是这座东西 是要死人的 就是绝对方天下之大谋也 是吧 那些区议员还敢出来说 是吧 你说政府还不停出广告 就是说我资助那些旧楼那些维修 都卖过那些 说过很多次 那为什么这么好处的东西 都不是别人不拿呢 政府有没有检讨 没有理由的 是那个申请的钱很难的 还是 但是 根本就是那些人没有兴趣 那些人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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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但是 香港又不强拍 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 那 你很多个人 就前面还有很多危险 香港还有 所谓做些宾馆 这些什么 就是法例 我不太熟了 那一层大厦 最多几间宾馆 宾馆里面 是整体的防火意识 还是房间的防火意识 更重要 是吧 就是 坦白 一家屋里面 一层大厦 如果肚子都行宅人等在这里住 那 真的是很难以领议的 这个是事实 反而一层大厦 你个个都有归属感 你也不会搞那么多 但是 当你是很多行宅人 有十多二十间宾馆 就是 又有劏房 劏房 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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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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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不要提 尽量不要再说劏房 是吧 那这件事 正正就是说给大家听 那些又不能说 那些又不能说 不是 邓館 不知道是不是有邓館法 可能有 就不会搞得 一层大厦可以有多少可邓館 没有人知道 山东街 河里活购 中心隔壁那座大厦 都是很多的 有没有法例 消防处究竟现在 其实立法会我又不敢问了 问消防处究竟香港还有多少栋这些旧式大厦去巡查 是没有感觉,没有人来救你,是否要立例 出告票,或者钉钩去契,一钉就大家都害怕 屋义处是否会做这些事,如果有做的,是否那些人才害怕 这些根据不到棺材不能流眼泪 永远都是,那会否这样会好些 而不是,哎呀,要求其他 算费了,哎呀,哪有这么生气 现在就这样,死了五个人,你现在再死,你不认识他 你都不觉得于心何忍,大家就是,个个拿公帑 上班,但又不做应该做的事,哎呀,有没有有空才告 哎呀,拆不成功,哎呀,看你怎样先 对吧,又说招标,又怕别人违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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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 香港政府,永远政府的表现都是令人很叹色 但这件事绝对是,对不对 还说回几年前,你老母做,又看到 看到都没做到啊,说来做什么 我啊,我啊,我应该中3T,但我没买啊 那怎么算好啊 是吧,哪里的那个区议员都很出来 吵你老母出来,对不起 是吧,吵你老母都这么长 都不知道你还有问题,那就招标炒饭了 哎呀,人间惨事,有时候都没能够搞的 真是,真是很开心 好了,那今集小米聊天说到这里 接下来继续和小米聊天